1944年6月 太平洋战争进行的如火如荼 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的优势逐渐丧失 此时的美军乘胜追击 想要破坏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 防线的关键的一环马里亚纳群岛 美军为此直接出动了15艘航空母舰 为了迎战美军 日军也是派出了9艘航母 双方打了一场人类历史上 为我最为宏大的航母对决 场面空前绝后 双方开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竟然要出动这么大的阵仗 这场战役究竟有多惨烈 为何成为了日本最大的恶魔 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点赞 关注加收藏 1944年6月11日 美国总统罗斯福下定决心 要拿下马里亚纳群岛 该命令一下打 美国第五舰队的军舰 就浩浩荡荡地开出了港口 向群岛驶去 由美国海军上将斯普鲁恩斯指挥 这次作战 该舰队包括了15艘航空母舰 7艘战略舰 85艘巡洋舰和驱逐舰 以及20多艘潜艇和900多架的飞机 当美军舰队刚刚靠近 马里亚纳群岛的时候 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总司令 宁宁自发来电报 说道 我希望我在总部等来的消息 是你们继承日军航母的捷训 等到日军战败后 我会请立功的战士们 去东京吃午饭 6月12日 美军所需要的装备全部就位 于是便派出了战斗机和轰炸机 对马里亚纳群岛的塞班岛 关岛和提尼安岛进行了地毯式轰炸 随即美军就开始向塞班岛倾泻大量的炮 日本方面容不得马里亚纳群岛有任何闪失 立刻派出去了一支联合舰队前去增援 日本为了能够挡住美军猛烈的进攻 派出了9艘航空母舰 5艘战略舰 45艘巡洋舰以及驱逐舰 还有400多架先进的舰载机 和美国的第5舰队比起来稍微那么逊色一点 但这也是日本的全部家当了 6月19日 日本指挥官小泽制三郎率领联合舰队 赶到了马里亚纳群岛 但是他并没有第一时间 和原本驻扎在此的南云中一会合 也没有第一时间 就向美军发起突袭 在距离美军很远的地方 他就命令让舰队就地停靠 此时的小泽制三郎心里还在盘算 自己心里早有定数 而且之前日本海军的实力 本来是要强过美军的 但是美军舰队现在的情况 显然已经迎头赶上了 更何况此次战役尤为重要 关乎日本本土安全问题 而且此次出动的9艘航母 已经是日本的全部家当 一定要慎重慎重再慎重 6月19日凌晨 马里亚纳海域掀起了狂风 小泽制三郎十分高兴 此时美军正好是在日军的打击范围之内的 立刻命令所有战机逆风起飞 400多架战机被分成了三批 向美军飞去 他本以为这次会是一波完美的突袭 是要将美军舰队的核心力量予以沉重一击 但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自己的偷袭美军的计划 早就被美军掌握 美军其实早就获取了日军舰队航行的动向 以及具体位置 也推测出了日军必然会搞偷袭 为了应对日军的偷袭 美军迅速做出回应 300多架飞机从航母上起飞 向正面飞来的日军发起猛烈的进攻 仅仅只用了10分钟不到 日军正面引战了240多架战机全军覆没 而美军方面几乎没有任何损失 自从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 美军对于日本的种种行迹 可以说是恨之入骨 同时也提高了美军的警惕性 为当时的航母配备了最先进的雷达侦测系统 雷达侦测到日军舰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更多的原因是美日飞行员差距 在之前的中途岛战争中 日军不敌美军打败 同时还损失大量的战机和优秀的飞行员 使得日本的飞行员急剧短缺 所以很多还在空军学校的新兵 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 就被日军送上了飞机 当时日本资源匮乏 燃料油严重不足 这些新兵对于飞机的操作 也只是能够完成简单的升降 实战训练都没有过一次 更何况实战呢 而美军都是一些身经百战的王牌飞行员 个个都是酒精沙场的老将 那些日本的新兵弹子 在美军面前根本不堪一击 就这样日军的第一轮进攻 完美地被美军划进 但是日军就在这时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刚刚结束交战的美军 还在调整期间 是没有任何准备的 如果在这时日军第二批战机能够及时跟进 肯定会打美军一个措手不及 但是日军的第二批突袭部队 在非常有力的情况下 竟然没有对美军发起进攻 而是选择在空中调整队形 就是这一举动让他们错过了最佳时机 此时的美军已经反应过来了 也调整完了状态 再一次起飞给日军战机 以毁灭性的打击 日军的空军力量已经消耗殆尽 第三批袭击部队 也未能取得成功 面对美军强大的空军 日军第三次突袭又被美军击落50多艘飞机 整个马里亚纳海域浓烟滚滚 日本的飞机就好像一颗颗流星 静止向大海俯冲去 在日军向美军发起进攻的时候 美军的潜艇并没有闲着 美军的极其号潜艇 趁着日军祥赫号航母在收舰载机的时候 连续向其发射了6枚鱼雷 两个小时后 祥赫号沉入了大海 与此同时 之前美军潜艇就击中的大缝号航母 现在也出现了问题 油气外落不小心引起了火灾 顿时整条航母燃起了熊熊大火 引发了船舱内接二连三的大爆炸 小泽之三郎不得不离开这艘主舰船 没过一会大缝号也沉入了海底 双方的航母还没碰面 日军就已经损失两艘主力航母了 小泽之三郎瞬间就慌了 就在这时 在一线幸存归来的飞行员传来假消息 说道 我们成功地击沉了数艘美国航母 小泽之三郎听过之后 一下子就精神了起来 决定孤注一掷和美军拼了 命令所有战斗机 继续向美军舰队发起攻击 三波交战过后 日军的惨败已经是注定了的 但是美军并没打算轻易放过日军 他们还想继续打击日军的舰队 从而扩大自己在太平洋战场上的优势 休整了一夜 美军开始组织对日军航母的攻击 取得了一波小胜利 美军怎么也不会想到 就是这次自打 造成了美军在这次海战中最大的伤亡 6月20日凌晨 美军出动了第58舰队的三艘航母 展开对日军舰队的追击行动 但是出发的航向与之前情报有误差 美军一直航行到了下午 才发现了日军的航母 但为时已晚 美军已经失去了攻击日本舰队的最佳时机 由于航向问题 如果现在美军硬着头皮 也要轰炸日军航母的话 是存在相当大风险的 美军的指挥官马克安德鲁米切尔认为 此次机会难得 最终还是下达了攻击命令 无数的战机向日本的飞鹰号航母 轮番轰炸 还没有做好围机准备就沉入了海底 而日本瑞赫号 笋鹰号 千代田号三艘航母 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轰炸 已经伤痕累累 日本仅存的60多架飞机 才刚刚起飞就被美军击落 没有足够空军力量的日军 怎么会是美军的对手 到了晚上 小泽治三郎赶紧收缩舰队 借着夜色仓皇逃出战场 美军取得了最后胜利 美国海军上将斯普鲁恩斯 不肯放过日本 冒着夜间降落的风险 再次让舰载机起飞 可是返航的飞机还没有降落 在甲板上乱坐一团 同时夜色中舰载机 根本捕捉不到日军舰队的位置 斯普鲁恩斯直接命令航母 将所有大灯打开 为舰载机开路 完全已经上了头 冒着潜艇被发现的危险 硬着头皮上 当然这次作战 美军大获全胜 可美军也为自己冲动的行为付出了代价 因为晚上视线不好的缘故 很多飞机争先恐后的降落 在空中发生了碰撞 还有一部分飞行员 忽视了飞机自身燃料消耗过度的问题 使得他们错过了返回航母的时间 美军飞行员在返回的途中 由于看不清跑道 80架战机在降落途中坠毁 50名飞行员未能幸免 远远超出了对日空战的损失 美军的凯旋而归 双方在马里亚那海域的第一次交手 就此拉下帷幕 日本的三艘航母 700多架战机被击毁600多架 还有两艘游船都被美军炸毁 日军剩下的航母都是残破不堪了 彻底失去了在太平洋西部的制空权 制海权 随着日军舰队的撤走 马里亚那群岛的日军 便彻底与日本本土隔绝 成为一座孤岛 塞班岛上的日军失去了支援 没有退路的南云中 一并没有放弃抵抗 组织岛上的日军拼死抵抗 美军依靠强力的装备 在塞班岛成功登陆 登岛之前 美军就对塞班岛进行地毯式轰炸 消灭了多个高射炮和驻岛防空炮 而且在刚刚结束的海战中 日军也彻底失去了援助 美军对于此次战役 可以说是胜券在握 美军开始向塞班岛发起猛烈进攻 美国的舰艇集体向岛屿上疯狂的倾泻弹药 美军轰炸机也是轮番从航母上出动 对岛屿有进行一波又一波的轰炸 美军的炮弹如同雨点般 倾泻在日军的阵地上 岛上传来日军一阵又一阵的哀嚎声 为了能够顺利地拿下塞班岛 美军直接向其倾注了7万的兵力 借助猛烈炮火的掩护 美军成功登陆 岛上的日军没有座椅待毙 全部藏在丛林之中叙事待发 准备向美军发起进攻 即使日军的反攻 也给美军添了不少麻烦 但是在装备精良的面前 半个月之后 塞班岛到处都是日军的尸体 原本四万多人的部队 现在也只剩下了不到五千人 南云中一带着残余部队 开始向岛屿的最北端逃去 山中观世凌厉 树木繁茂 而且地形还十分复杂 日军就此作为最后防御的据点 凭借着地理优势 向被推进的美军遇到了大麻烦 但毕竟日军失去了补给 美之时几天就弹尽良绝了 而到了7月8日 日军做出了让美军为之大惊的一幕 驻扎在岛屿北部丛林的日军 竟然主动向美军发起进攻 他们手中的武器不是枪 是用木棍帮着刺刀 还有的人手里拿着的是石头 向美军发起了自杀式冲锋 这种场面对于美军来说 还是第一次见 多少有点慌了 可是当日军冲到脸上来 赶忙用手中的冲锋枪 对其发起反击 面对美军的扫射 那些日军像疯了一样 丝毫不知道躲避 疯狂地向美军冲过去 日军一片片地倒下去 并没有影响他们疯狂地 捕向美军 就这样进过了几个小时 几千名的日军 被美军全部消灭 岛上的日军 已经没有反抗的余地了 美军取得突破后 继续向塞班岛北部推进 来到北部的山顶 美军又一次 被日本这个民族刷新了认知 日本的普通民众 衣衫蓝绿 有很多妇女手中还抱着婴儿 旁边全是日军 逼迫着民众排好队 一个一个往下跳 此次战役 美军有将近七万人参战 死伤达到了一万六千多人 日军参战四万三千多人 全部阵亡 只有两千多人被美军俘虏 还有两万民众当场跳崖 塞班岛沦陷之后 日本建立的军队国防圈 彻底被美国打开 日本本土也就裸露在美军的视野中 随后美军的B-29轰炸机横空出世 从塞班岛起飞 轰炸了日本东京 加快了日本投降的进度 南云中一是当时日军的最高指挥官 美军轰炸的前一天 他还在主持建筑塞班岛的防御工程 美国空军这波突如其来的轰炸 直接把南云中一给炸了 对于美军这样的轰炸 其实南云中一早就见怪不惯了 因为在前几个月前 美军就连续不断地对日军进行轰炸 那些不痛不痒的轰炸日军 早就习以为常 所以这次南云中一并没有在意 把这次轰炸当作是往常一样 而且他并不认为 美军会把塞班岛作为主要的进攻目标 一直到塞班岛上空 出现了密密麻麻美军战机 非常有秩序地向塞班岛发起进攻 南云中一才反应过来 这次的轰炸和之前的不一样 这显然就是要进攻塞班岛的节奏 南云中一参透了美军真实的目的 意识到塞班岛将会经历一场规模 比较宏大的登陆战 凭借着丰富的作战经验 南云中一根据岛上的特点 提前让日军在沿海安置好了陷阱 从而达到延缓美军登陆进度的目的 南云中一原本想凭借这些陷阱 在晚上在偷袭美军 打美军一个措手不齐 让其直接全部葬送在海滩上 部署还海滩的防御工程后 他就美美地等待美军上钩了 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美国海军上将斯普鲁恩斯 早就料到了他的意图 早在登岛之前 斯普鲁恩斯就对塞班岛的地理环境做了考察 已经了解到了那里的地理环境 同时也打探了南云中一的底细 猜到如果依照他一贯的作风 一定会在沿岸对美军实行足迹 所以登岛之前就对塞班岛沿海地区 进行了大规模轰炸 6月14日 美国舰船所有大炮 全部对准了塞班岛 对塞班岛进行无差别轰炸 一天就发射了上万枚炮弹 南云中一本以为全在他的掌握之中 没想到那些他引以为澳祖级陷阱 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就全部被摧毁了 次日清晨美军正式开始向塞班岛登陆 日军拼命阻拦 想要把美军赶下海 但是美军火力实在过于猛烈 日军伤亡惨重 无奈之下只能命令前线部队先行撤退 同一时间 日本立刻派出联合舰队前去增援塞班岛 日军方面负责指挥 本次作战的是海军中将小泽质三郎 他在日军中是被誉为航空战专家 曾经在马来亚海战之中 小泽质三郎亲自率领日本舰队 仅以三架飞机的损失 就击垮了英国的远东舰队 更是将大名鼎鼎的威尔士亲王号 在内的主力舰队击沉 所以此次小泽质三郎 来到马里亚那群岛对抗美军 是被日本寄予厚望的 如果美军占领了塞班岛 很有可能把这个岛屿当作是轰炸机的起飞基地 东京直接裸露在美军的轰炸范围之内 所以必须保证塞班岛得在日军的手上 所以这次支援任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同时日本这边 更是添加了号称不成之舰的大封号铁甲航母 带来的航空队都是小泽质三郎自己辛辛苦苦 亲自训练出来的 再加上马里亚那群岛 还驻扎着日本的航空队 对于本次作战 他也是信心满满 之后的海战结果却是大封号沉默 日本航空队进步团列 为此他亲自拟定作战计划 充分汲取珊瑚岛 中途岛等海战失败的教训 制定了著名的距离外攻击计划 通过前几次的战役分析 他发现每次双方舰队相遇 第一目标肯定是对方的航母 可是每次作战日军 都没能第一时间发现美军的航母 所以他专门制定了这套方案 先是派出大量的侦察机 去搜索美军航母的具体位置 赶在美军锁定自己航母语之前 并且要首先对其发起进攻 利用日本战机轻巧的特点 在美军飞机航程 再就开始对其发起进攻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小泽之三郎 来到马里亚纳海域 没有第一时间和南云中一回合的原因 在日军在和美军交战的时候 双方之间的实力差距 就已经显露出来了 此时的美国已经不再是战争初期的美国了 无论是在军事物资还是武器装备上 相较于以前都有了质的飞跃 没有参加二战之前 美国就一直是经济强国 对于军事武器的研究 也一直是停留在理论阶段 并没有投入大量实践 当参与到战争中后 便放开了武器研究的限制 研究出了许多新型的武器装备 也为之后的战争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反观日本 已经陷入战争泥潭多年了 无论从经济实力 还是从武器装备上 都是要落后于美国的 人口数量更不用提 科研是要雄厚的资金来支持的 日本大部分的经费 都已经投入到战争中了 已经没有多余的经费搞科研 即使当时日本临时战机在战争初期 展现出惊人的威力 但是和美国新研究的地狱猫相比 就逊色不少了 1941年 日本偷袭珍珠港 将美国卷入了世界第二次大战当中 美国对日本宣战 太平洋战争爆发 经过中途岛战役和刮岛战役 日军被美军打敌节节败退 只能在太平洋西线拉起防线 阻止美军进攻的步伐 因此马里亚纳群岛 成为了日军防线的关键 1944年太平洋战争进行的如火如荼 美国名将麦克阿瑟使用跳岛战术 向着非裕兵推进 美国的太平洋舰队 在尼米兹的带领下 很快就攻占了帕劳群岛 使日本陷入到了被夹击的境地 日军便将马里亚纳群岛 视为了日本本土防御的绝对国防圈 多次加强马里亚纳群岛的防御 希望能够凭借这个群岛 以挡住美军的攻势 马里亚纳群岛的地理位置是十分重要的 在战争中是是兵家必争之地 该群岛位于非裕兵东面 处在太平洋主航道的咽喉部位 美军如果想要进一步轰炸日本本土的话 必定会经过该群岛 同时附近也是日本物资运输的主要航道 掐断了日本的物资运输 日本战败只是时间问题 而且在塞班岛上 还有日军修建的机场 非常有利于轰炸机的起降 被日军称作是永不沉默的航空武艰 无论是出于战略性还是威慑性 该群岛是美军必须要拿下的 虽然本次战役并没有给予日军致命一击 但是也极大程度地打击了日本海军的实力 是一场决定战争走向的战役 从此之后日本的航母舰队 就再也无法和美军抗衡了 这也为之后莱特海湾战役的胜利奠定基础 日本的绝对防御圈被突破 美军的新型轰炸机也随之出事 日本也迎来了他们的噩梦 也是被后市称作规模最大的飞核武器打击 东京大轰炸 东京葬身在一片火海当中 数十万的民众活活烧死 如此恐怖的场景深深地烙在他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在这个境界下来玩的 第一个人航里的 修后 幕后